有颜值有演技 《夜色暗永时》播出后 刘学义终于火了最近这两天 《夜色暗永时》中男主女的发展 几乎是让所有观众都想放声尖叫 作为一部都市情感剧 虽然剧情并不没有太多的新意 但是男女主的高颜值和精湛的演技 加上剧中《你来我往》的互动 简直完全掌握住了观众们的爽点 而除了女主张雨昕的人气上涨了不少之外 男主刘学义也同样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灵妖》观众认可其实说起它 可能喜欢看古装剧的观众对都不陌生 虽然它的名气不大 但是它在很多古装剧里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比如《千古绝尘》里的天启 作为四真神之一 却能为了爱付出一切 让无数观众看后都心疼不已 又比如琉璃中的天才弟子浩晨和百灵帝君 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 却在他一人的演绎下毫不违和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和女主在一起 之后还衍生出不少的CP粉 还有之前《青云》之中的肖逸才 虽说他并没有因为这部剧出圈 但是足智多谋的才子 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他虽然没有大火 但不少观众对他还是有挺深的印象的 02舞蹈专业出身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 刘学义还是学舞蹈出身的 他出生在青岛 小时候就为了学舞蹈而独自北上 但没想到的是 在完成了五年专业的舞蹈学习之后 他却转到了表演系 原因只是因为他长得太帅了 更适合去学表演 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参演一些影视作品了 但真正出道却是在13年的时候 当时他在电视剧《上官网儿》里扮演了武则天的侄子 可惜的是 他的颜值和演技都不错 但是作品的热度不够 也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青年演员 之后的几年里 他也陆陆续续的接了不少戏 但是事业上也并没有多大的起色 直到《青云志》播出后 凭借萧一才这个角色 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而这也开启了他的古装生涯 虽然都是配角 但是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和人气 而《夜色暗永时》的播出 他扮演的男主莫灵泽让大家发现 原来他不仅能驾驭得了古装 连现代言情剧也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加上张雨昕也是一位颜值很高的女演员 即使不看剧情和演技 俩人就已经很好客了 所以虽说没有大火 但是这部电视剧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更想看到 俩人双向奔赴后一起手牵手 搞事业的舒爽情节 所以现在整部电视剧的期待值和口碑都是不错的 林三再次合作 除了在这部《现代言情剧》里出演了男主之外 刘学一还有另一部作品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就是和原冰炎二搭合作的《落花时节又逢君》 和《琉璃》一样 也是一部古装仙侠剧 只是这部剧讲述的是小妖与仙君间的故事 颇有种醉气火葬场的味道 而当初流离大火的时候 就有不少人都希望原冰炎和刘学义在一起 如今他和原冰炎再次合作 也算满足了大家当初的遗憾了 所以虽然是虐男主 但是在大部分人的心里 只要不虐女主就不算是虐恋情深 特别是不少观众都觉得 凭刘学义的舞蹈功底和颜值 以刘亮出道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出圈 但偏偏他却想靠实力吃饭 不想靠颜值 而从上官晚儿到如今的夜色暗涌时 刘学义一路走来虽然很慢 却十分的踏实 也少有绯闻 而如今流量限制 很多小鲜肉也纷纷开始选择转型 让大家明白了 其实他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 你觉得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立即删除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主夫预报